多數的媒體都在做民調 那麼看起來蔡英文的聲勢是漲的 那不只是漲 已經超越馬英九 等一下我們再來給大家看數字 那麼在高雄有一個阿嬤 他在賣幾錢 沒錢 他就賣錢 但是他說 要省一萬塊去蔡英文的餐券 陳吉邁委員在這裡 他這一次到美國去 他看到了什麼 等一下來請教他 來 我們來看副西藥 74歲的老阿嬤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忠實粉絲 為了買一張一萬元的募款餐券 挺小音 老阿嬤拼了 穿很酷的 一年前我就給我來欠了 老阿嬤50多年來 靠著水果攤為生 收入微薄 好不容易省市減用 一年才存了一萬元 毫不猶豫掏出私房錢買餐券 更號召其他親朋好友一起來 有啊 太不了 沒聽我的話 我才會打下去 要在台灣這裡這裡就要聽我的話 或者水果阿嬤熱情支持 還有油漆工 也特地趁午休時間到議員服務處購買餐券 健康人 只要為了這個人 也要不少辛苦 流流很多肝 也要買一間餐廳 跟蔡英文贊助一下 儘管他們生活沒有很富裕 卻大方拿出血汗錢買餐券 立庭蔡英文要選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 一般來說 應該是說你如果要叫我去大陸 你要給我一萬就對了 什麼我就說付一萬給你 再加一萬塊錢 那樓鼻大那個水 過幾大那這樣好錢 還要錢 她說欠一年了 阿嬤自己說 說欠一年了 欠一年欠一萬塊 我覺得這個阿嬤實在偉大 真的是偉大 她不是好賣人 她的一萬塊我覺得比郭台銘 王雪鴻 更值錢 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她更值錢 那一萬塊 大家想不想 買金銷 買貴賓 可以賺多少 那個做優雜的 現在做優雜的工錢 高雄我不知道的行情 我知道台北優雜工的行情 一天大概不超過兩千塊 那是工錢 不是說兩千塊總統 她要欠多久 要欠一萬塊 我覺得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個畫面 你們要永遠牢記在腦海裡面 你要想說台灣人是怎麼停臨 你們未來真的有機會執政的時候 你不可以辜負這些台灣人 這個阿嬤我相信 她也不會說 我賺一萬塊 她到時候會去找蔡英文說 我當然是賺一萬塊 不然你會派一個官給我做 這個阿嬤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可是你在施政的時候 你就要想 時時刻刻想到這樣的人 同樣我覺得 這個是台灣進步的力量 因為你常說台灣改變的力量 為什麼有一檔的投票 要拿錢拜託宣民去投票 雖然美其民叫做什麼餐會 什麼餐會可能也會 掛上募款兩個字 到底有沒有募款 說起來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民進黨其實為什麼 這麼艱苦過 甘願拿錢出來支持 他不是支持蔡英文 不是支持民進黨 他是支持民進黨的理念 他認為說 你這個理念 我認為你的理念是對的 所以我幫你聽 我用我所有的力量 我幫你聽 我拿你郵票 我管錢給你 這個是兩個政黨的差別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支持者 這個才是台灣進步的力量 如果是要收錢才去投票 吃不用錢的去遊覽那種 那個是台灣墮落的力量 所以每年大家就很簡單選擇 你要選擇讓台灣繼續往前走進步 還是要台灣墮落下去 大家就很好選了 陳委員 你這邊對蔡主席去美國 有什麼不一樣的觀察嗎 我由小細節來說 這個主席出國常常在說一個故事 因為2008年的時候民進黨選輸 缺整個土地區的責務 缺越多 那個選輸的時候 要照國民進黨的行動詞 就叫風雨飄搖 對 所以民進黨開始辦五番餐廳 對 在發明案的選區裡面 有一個人來買一張一萬塊的餐廳來吃 主席給他問說你怎麼會有錢 看起來就不太想有一萬塊的錢 他說沒有 我這個鄉頭 10的人 共同獎出一千 派我來吃 喔 Q的就對了 另外在既金山 我剛才有一個 我曾經在我的Facebook裡面有 這個阿嬤來參加 這個小小暗會 那裡有兩千幾的人 人産人甲 那個阿嬤幾歲你知道嗎 對 一百零三歲 喔 我說你不知道你要賺什麼 他說我知道 我明年一月十四 我要回來賺錢 還要賺錢 旁邊一個 我們的台灣人跟我說 阿嬤你的身體沒問題 你不能這樣 他說我的堅持 一定要賺錢回來賺錢 頭賺錢 另外在LA 那裡的小小小 中島 在大海裡面 基本三千幾 六千塊 那都要買票 六千塊 那個 後面坐一百 因為我買到後面這裡 你跟一些媒體在開港 後面坐一百 都坐倫意 就是說行動不方便 他說年紀大了 還不論如何 都要來看小映一面 這代表說 這裡很多海外 這裡的台灣人 實在很關心 我們台灣一定會的選舉 當然 這次的作者 包括人數 或是木款 小的木款 都超過過去 兩千控四年 兩千控八年 民進黨說 離海外所沒有的管款 但是 對於我們民進黨來說 總之 你關一千 關一百 關一塊 對民進黨來說 都是意義重大 因為民進黨開始 接種後 就要優先 來照顧我們台灣 這裡的一些工庫人 是 讓我們台灣 變成一個公平 政業的社會 那些三千幾人 六千幾那種 你說接種都要買票 是 要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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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票 我沒有清楚 但是現場 現場有很多 這些小的木款 就像我們過去 民進黨派那個時候 是 那一腳想好 大家就這樣 一腳一腳 大家就這樣 要關多少錢 再錄下來 所以看起來很感動 所以你看這張 這張就是在 LA董事這個獎品 所有大學長 優勢以來 人像這樣 你稍微壓下來 好不好 比較不會有眼光 對 壓下來 這些人 可以說 全部分都人山人海 這就是三千幾人的獎品 他這裡有樓頂 有樓頂樓 他有樓 樓下這裡已經有樓 像娃娃也在電費找不到 樓頂你看電費找不到的人 也都坐到娃娃 外面還有很多人 沒辦法進來 這樣 這張 這張是創主席 旅哈佛大學的鴛鋼 這是裡面 不好意思 都坐娃娃 坐娃娃沒有大間 外面 不能進來 外面不能進來 這裡的人 外面有這麼多人 外面比裡面更多 所以代表說 創主席這張 去這裡 不管旅哈佛大學 或是國會拜訪 跟美國這裡有很多官員 當然 除了我們選舉的 作勢沒款以外 最重要是說 這次創主席在美國 傳達一個很明確的訊息說 台灣在改善兩岸關係 或者是在處理台美關係 我們有決心跟信心 要來維持整個和平與穩定 所以包括說創主席在國會裡面 這次去國會裡面 有四個重量級的議員 參議員 董事跟創主席記名 包括共和黨 這個選舉總統 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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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跟李博曼 民主黨 代表民主黨選舉副總統 另外一個 Gym Webb 這個對我們台灣 如果這麼好的友台參議員 另外 Marker 四個參議員 董事宅 創主席 所以 美國人也跟台灣說得很清楚 他這次的選舉裡面 美國唯一支持的是什麼 不是支持九五共治 是支持一個民主自由公平的選舉 所以他們這些人都很關心 選舉裡面 國民黨不知道的選舉 還會用一些其他的報索 也很關心台灣 因為李博曼 對我們台灣民主的進程 民主的發展 他很清楚 所以我說這招 除了我們跟美國人做 很坦承的 美國參議員很大 是啊 那一個來跟台灣 總統也接電 總統在做負面 一個參議員來 美國政府要派專機接電 這樣啊 對啊 都擲專機來 美國政府派專機接電 當然 來 如果總統一定接電 我們這次去 除了紀念會面有四個 在國會的recession party 歡迎九會裡面 還有兩個參議員來 二十幾個獎議員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創主席這次去是真正成功 傳達到的信説 說我們民進黨 是一個富士人的行動 包括我們的建設 包括我們洋華的主廳 頂頂者 這美國人 基本上都很正民 來回應 創主席這次的風靡 這個 憲定 所以 看到這次有特性 粗波 這個 我們民進黨所設定的目標 潘偉你剛好要補充什麼 老公 我告訴你 如果在美國聽鴻鋼火 在美國這邊的文化是這樣 去民國 你要去鴻鋼火 不管你來自多一個聲音 你不太遠 因為過去我 看八年之前 我都去那裡募過 這邊本來要去 時間賣付 因為我要開機 所以在那裡 他們就要事先賣問票 是 這些人都賣問票 有分五十塊 八十塊 百五塊的美金 他們這樣開車 有的開半 要開十幾點鐘來 要跟紀柴的文一邊 要聽鴻鋼 要給他加油 是 開十幾點鐘的車 有的開幾天 有的錢來賣賣 還要買問票 關錢反關錢 問票是 傳統我們在台灣的鴻鋼 有很多人來聽 那不用錢 這是美國 你要來聽鴻鋼 要買問票 那些問票 八十塊美金 百五塊 毛比較貴的就對了 是 他如果還有吃餐 吃餐的可能要穿五塊去跳 是 好 那麼這是今天 四家民調唯一一家 就是說 蔡英文還是輸馬英九六%的 這是唯一一家 那另外三家 請大家看 另外三家是第一個 這是民進黨最新的民調 說蔡英文是37.4 馬英九36.2 宋主瑜12.4 所以蔡英文贏多少 1.2% 1.2% 好 那我們看 這是遠見 遠見今天公佈最新的民調 英家配36 居首 贏過馬無配35.8 贏得0.2% 那宋主瑜是10% 而且表態率 他說表態率 上一次調查是77.5 現在已經高達81.8% 我相信這應該算是比較準 比較準 好那我們看到網路的民調 這是雅虎 雅虎其謀最新的民調 說如果明天投票你會投誰 那麼馬英九吳敦義士29.4已經投完了 那麼蔡英文輸家權是45.6 宋主瑜林瑞雄21.2 所以如果把這兩個加起來 宋主瑜跟馬英九加起來 當然會領先蔡英文 不過他們兩個要分開 差距就變大了 不過我認為網路比較屬於年輕人 那麼年輕人我相信他們對在野黨 是比較有偏好 為什麼會呈現這樣的結果 宋楚瑜出來選之後 這個蔡英文已經領先 特別是在訪美之後 徐老師你怎麼看 很多股市喜歡講中秋變盤 我覺得這一次看這些民調 我有這種感覺 這個盤面在變 金普松不是號稱他去美國成功的嗎 是壓縮蔡英文空間 把宋主瑜邊緣化嗎 洪宜回來民調應該是馬英九大贏 今天為什麼有這些民調 而且還是中國時報做的民調 還是遠見做的民調 遠見民調過去做 蔡英文都還是小數一些 洪宜你如果點進去 遠見那個需要付費的 做選舉預測的 我很想看看他做選舉預測 像蔡英文是隱先馬英九 5%還是6% 這個叫陳其邁明天給 對 洪宜 選舉預測 之前支持度 蔡英文都是小數的情況下 選舉預測是贏 56%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 是投票率已經接近 我們感覺到 總統會有的八成級的投票率 對 這表態率很高 搞不好總統 總統上市馬英九 也沒到八成的投票率 所以洪宜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次蔡英文去美國是成功的 第一個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光榮感 很多人在講說民進黨小額募款 我要提醒民進黨 你可能是小額募款 你的支持者那些都是什麼 大額 都是大額 賣水果阿嬤 1萬塊大不大額 油氣工 1萬塊大不大額 對不對 對 10個人 QQ1萬塊大不大額 講小額募款 那是因為大企業的手筆 對這些支持者 我覺得民進黨要記得 對他們都是大額的 都是把生活裡面必須怎樣 拿出來用的 可是我覺得這很好 我覺得蔡英文只要去美國 中規中矩了 把他應該講的話 把他民進黨支持者的光榮感 我那天講了 民進黨支持者 蔡英文在哈佛已經講 應該是民進黨支持者 最感到最光榮的一天 你有這樣的領導者 弘以 大步往前走 我覺得是中秋變盤 今天很多人在講 宋主義選不下去什麼什麼 我覺得我們再看看 我並不認為 宋主義這樣出來搞 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看下去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盤面已經變了 我真的請求 懇求 金普聰 你最好日本也跟著去 我覺得你跟著去 繼續去鬧 鬧到馬英九 陳也金普聰 敗也金普聰 是 好 不好意思 來賓都要補充 奇怪 講到金普聰 大家怎麼那麼 都興奮起來了 那麼要講話 這是鄭麗君 他現在的頭銜是 發言人 發言人嗎 對 競選總部發言人 競選總部發言人 政策發言人 鄭麗君說 鄭麗君說 全球 近年全球出現 將近60位的女總統或女總理 他們的傑出表現 見證女性有能力擔任國家領導人 推動國家改革 台灣女性具有建議承擔改革 勇氣及勤儉持家的特質 也重視女性溝通 所以他推出了一個口號叫做 台灣第一女總統 蔡英文 當然要不算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 會有一位台灣的第一女總統出現 那麼剛剛的民調怎麼來解讀 金普聰還要跟去日本 那今天民調呢 也有針對蔡英文跟金普聰在美國的表現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待會兒呢 對不起 先開放口音 先休息進廣告 好 好 好